那不一定是VBA,其他程式語言都一樣 反正寫程式就是要判斷 那跟寫那個函數差不多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就把它輸出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結果 是不是完全符合我們要的 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那我把剛剛的結果先把它刪除一下 如果說RUN出來 正確那表示我的程式沒 那你就按F8 輸出看一下 第一個因為它條件符合 條件符合就跳到這裡 就不輸出 因為現在的條件 是 這個最後的結果是多少 這個結果是 這個把它圈起來 這個是0 所以0是小1 就不輸出 會跳到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就會跳1 2 你會發現小1的這真的沒有輸出 OK那最後呢 你已經按摔 手已經摔了 F8已經不想按 接下來怎麼辦呢 請你按一下這個按鍵 執行 全部執行 有沒有看到 1到31 其他不會出現的 OK應該了解意思 這個邏輯跟剛剛的函數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把重點提示一下 這個是剛剛的這一行 沒有變 增加了什麼呢 增加了 你可以把這一段程式 也是等號後面這一段程式 把它copy起來 然後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來 那多一個什麼呢 多一個小於1 或貼過來 這一段程式有沒有 然後呢 不 空錯了 在這裡 大於什麼呢 range L3 再加一個rem 然後呢 給它空置串 else and if OK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應該可以啦